德國跟中國的關係跟你名字一樣 又真又假 在這個週末 宏都拉斯正式與台灣斷交 跟中國建交 對於這件事情你有什麼看法 宏都拉斯的紅相 改成紅色的紅 變成宏都拉斯是沒錯 我個人是認為 中國在這個上面 它如果是用利益來誘引 任何一個國家 我亂常見來看 可能都不是好事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採取一種淡然處置的態度 如果有國家認為 跟中國這樣的一個 怎麼講專制獨裁國家 建交會比較好 那麼我四個字 中文就叫好聚好善 分道揚鑣 我認為整個台灣社會 在這個上面是很看得開的 但是面對這樣子的一個邦交的處境 很可能接下來 也會陸續有更多邦交國 跟台灣採取像紅多拉斯同樣的做法 你怎麼看待這件事 台灣政府應該要做些什麼嗎 基本上不排除這種可能性 但是我以德國為例來講 我都可以講 沒有邦交也可以有身交的關係 吳肯大使到德國外交部去 跟我的過程完全一樣 只不過他建的官員的層次比我高 最正常因為他沒有邦交 我們沒有邦交 但是你如果注意去看德國外交部的網頁 提到中國談到的就是經濟關係貿易素質 講到台灣 首先講的就是我們是駕駛夥伴 雖然沒有邦交 我們是駕駛夥伴 那麼這一次德國的教育及研究部長 這個Stack Batzinger去訪問台灣 大家也曉得1997年以來 第一個26年第一個部長到台灣去訪問 那其實他來他的行程非常的低調保密 然後他也沒有安排要會見台灣總統蔡英文 跟台灣的外交部長吳昭謝 那您個人怎麼看待他這樣子小心翼翼 甚至是像DW我們訪問專家所說的 比較遮遮掩掩的 不是他 是我們 所有的事情完全在我們事先的掌控跟規劃當中 我是覺得中國北京政府反應太過了 不然我可以感受到他們是焦慮的 他們會很焦急 會很焦慮 因為在過去這幾年以來 整個世界的政治的變化非常的強烈 整個市局對他們來講 對中國北京政府來講 其實是非常不利的 我個人其實是希望看到北京政府 用一種豁達的態度 來看這個世界的轉變 對北京政府 共產黨政權 也許不是那麼有利 對中國社會 對中國人民是有利的 那也好奇說 因為現在台海的局勢就是越來越升溫 那你看到美國 然後英國 澳大利亞 他們可能成立一些聯盟 然後在印太地區想要制止北京勢力的擴張 那包括美國跟菲律賓也開始有更多的 軍事的聯合的軍演 那德國為台海衝突打算做什麼樣子的準備 然後如果台海真的爆發衝的話 就俄物戰爭的經驗 德國有可能除了意識形態支持台灣之外 會給予台灣什麼實質的幫助嗎 像是軍事援助 你這個問題太過於簡化 第一個我們應該要談的是德國 不是談德國對中國或者是台灣的態度 而是德國對於印太的態度 不是只有台灣需要歐盟 德國 美國 日本倒過來 一樣 一個足球隊在搶 德國的巴伐利亞球隊多搶 這個是長勝冠軍 他在搶 他也不敢搶 我今天比賽不要球門 不可能 台灣今天就在這樣的一個位置上面 但是我想問的是 所以我們作為這個守門員的角色 那真的開戰我們被入侵的時候 我們還是首當其窮嗎 那德國如同他們會提供武器給烏克蘭 他們會不會實際的幫助台灣 就是一個很直接的問題 我認為啦 我認為 整個世界正在做 自由世界正在做一件事情 我想你們都可以看得到 從過去在問 中國會不會打台灣 現在在問中國什麼時候打台灣 那因此他們的心裡面的 這種備戰的狀態已經出現了 只是暫時人就委屈在一個狀態 這個狀態就是說我們如何 而且他們說得非常清楚 我們如何提高中國侵犯 或者侵略台灣的價碼 我讓你負不起 你看看這個心態的意思就是說 我已經跟台灣站在一起了 但是我目前採取的姿態就是說 不讓你 不讓你 腦袋裡面出現這樣的一個愚蠢的念頭 我在這邊順便講一下 所有中國的朋友們 也是我的兄弟姐妹 我父親19世紀人從中國廣東過來的 我們台灣人跟中國人 我是一個很好的歷史 我們可以很盡興地溝通 台灣的中國民運的或者是西藏 或者是維吾族 他們有任何抗議中國共產黨 不是抗議中國 抗議中國的活動 他們邀請我去演講去支持 我只要有時間我一定去 我最後的演講不管用德文用中文或用英文 我最後的演講去 United we stand divided we fall 團結勢力量 分散必失敗 但是在2021年的時候 那時候中國就官方公布了一個台獨頑固分子名單 然後那時候你曾經在臉書上面抗議說你想要被加入在這個名單當中 你現在還這麼想嗎 應該這麼講 就是說你我提了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問題 我個人一直認為在台灣的自由民主化裡面 中國共產之所以緊咬著台灣不放 是因為它需要台獨來做焦點的轉移 所以他眼中看到不是自由民主 很多中文都看到了 他只看到的是台獨 也就是說所謂台獨是假的 害怕人民做 台語叫做人民做投家 害他人民做主 害他自由民主 這才是真正中國共產黨的軟熱所在 所以從這角度來看 沒有把我放到這個所謂的頑固的台獨分子 這是對自由民主不是對我 這是對自由民主的一個羞辱 這是對自由民主是為止的 可見武公共產黨的角度 第二都不會住在強會 對自由民主的共產黨的角度 就能夠使得到 是對自由民主問題 使人而言 不知道